水果已经采收完了 现在要来照顾一下花草了 因为今天温度这么高 然后昨天的话又没有下雨 所以室外的这些花 一定要给它浇充足的水 要不然等这个太阳一出来 分分钟就会晒年 因为我的这个露台在夏天的话 它上午是晒不到太阳的 只有12天以后晒到太阳 那个时候的太阳是非常非常毒的 不多说了 现在就来浇水 先来给这个杜鹃花浇一点水 花花也来一点 别干着 这个天实在太热 千万不能渴着 浇水要浇透咯 夏天啊 夏天这个浇水亮 我们说夏天这个浇水一定要激起 分分钟就晒年了 这里的话好像现在都还不缺水 但是我发现 一盆桂花晒伤了 大家看到没 这样的叶片就是晒伤的叶片 因为昨天的太阳也非常烈 非常毒 只不过昨天的温度比今天的低两度而已 所以现在我要把这些花给搬到室内去 要不然都会晒伤 发现还有这一盆发财树 看到没 这个发财树的嫩叶也晒伤了 没有还有这一盆 在底下这一盆 哇这个嫩叶 晒伤成这样 所以这样的天气 要么就是给它遮阴 要么就是把它搬到阴凉的地方去 不要晒到太阳 切记切记 现在就搬 就把它们搬到这个阳台花园 希望它们尽早恢复 好在之前我把这一些洗拌营的植物 及时给搬回来了 要不然就损失惨重哦 这就是露台花园要经受到的一个大的考验 就是夏天 好在这个苏果区在夏天不用太草行 因为这些蔬菜水果都是很耐赛的